在小屏幕上,迪丽热巴凭借其迷人的美貌和出色的表演技巧已成为中国娱乐圈最顶尖的明星之一 然而,他并不仅仅是在艺术领域活跃,他的转型能力也让许多人敬佩和折服 庆余年被视为一种顶级策略,可以帮助迪丽热巴恢复他的地位,在一段时间内遭遇被遗忘和生活丑闻的困境 在1995年之后崭露头角的中国新生代明星不断崛起,而迪丽热巴在电影领域的评价不断下降 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得到电视台和电影制片人的青睐 尽管曾经受到粉丝热爱并拥有大量粉丝,但迪丽热巴近年来没有出现值得注意的电影 中国媒体认为,庆余年将是迪丽热巴在行动,侦探片中以新形象重生的机会 虽然电视剧曾经遇到很多困难才得以播出,但它被期望成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独特作品 有许多知名演员参与,如迪丽热巴、董大伟、曹汉、韩栋、张可儿、伍静熙等等 庆余年是中国第一部根据真实的网络犯罪案件改编的电视剧 在其中迪丽热巴饰演江城检察院年轻的检察官安妮 被任命参与调查失踪大学生一案 然而,庆余年将不得不与其他在五月份同等发布的作品竞争 如九州飘渺路、长相思、宁安如梦 这将是迪丽热巴和这部电视剧的巨大挑战 不知道迪丽热巴能否在这个项目中转型呢?